每年的农历春节前后因为气候寒冷 捐血民众往往减少了许多 为了让血库有充足的血缘供应 南投南钢福伦社继9月之后再次举办捐血的活动 号召企业与首捐族一起加入工艺的行列 募集足够的血液库存 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除了赞助丰富的赠品 社员们也协助民众了解捐血的好处 这是南投南钢福伦社继9月之后 第二次在惠德宫举办捐血活动 希望补足捐血中心血液库存 在过年期间尤其是比较缺血的时段 我们也在做一次的捐血 也希望能够多尽一点我们的社会责任 也相高兴能够有这个机会在做捐血 这个是我任务的第二次的捐血活动 继上一次我们第一次9月29号 那一次我们有捐捐捐的234代 也相当不错的成绩 这一次我们也希望能够突破250代 我们再努力希望能够达标 这一次前来捐血的民众相当踊跃 有企业号召员工一起响应 其中也不乏手捐族 大家秉持着工艺助人的理念 纷纷玩秀捐出热血 开始是还蛮紧张的 但是上去的时候血管不好找 然后但是找到之后 其实还蛮OK的 就是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 一开始可能第一次捐收 可能血管很细就是找不到 然后后面就是捐了几次之后 就觉得OK 然后对身体也比较好 参加福伦社之后第二次捐赠热血 因为本身从事顺然制药的 这个在制药业服务 所以常常在医疗诊所看到 就是对这个身体的循环 透过捐血改善身体的循环 都是非常的良好的 捐血可以助人 同时也对身体的新陈代谢有好处 南投南钢福伦社秉持着 以服务改善人生的理念 坚持社会责任持续举办活动 建立民众捐血助人的好习惯 能够捐血助人 又可以做到一些 进到一些社会责任 我们社团福伦社的话 进一些社会责任 这几年的话捐血活动 都做得相当的不错 人众也相当认同 像我们的社友 还有草原企业界都相当支持 我们社友也相当的支持 所以赠品也相当的丰富 民众也相当踊跃 长期以来 南投南钢福伦社 致力社会公益活动 主动关怀偏乡以及弱势 宣导反毒以及吸行肝炎防治观念 用热情的态度服务人群 用行动号召大家实践自我 帮助社会每个角落 记者张东仁 草屯镇采访报道